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发之后 被害人频繁遭遇恐吓 下次就把你烧死在车里 你试着我敢不敢做 他为何不敢谈误实情 纵火烧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恩怨纠葛 静几收看传奇故事之千里之外的萤火烧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有那么一句歌词说是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是很多时候这手也是不能乱出的 得分清楚什么事 更要认清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否则的话恐怕到最后后悔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先来看一段监控视频 这是2018年5月25号早上5点多钟 江苏省连云港市路边的监控探头拍下来的画面 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轿车 顶上突然冒起了烟 再仔细一看 不得了 这辆车的驾驶室竟然着火了 这可不敢耽搁 刚才你也看到了 这辆车不是单独停放的 它旁边还有一排车呢 这要是烧起来弄不好 这就是火烧连云啊 那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呢 说来也是万幸 虽然当时时间还早 但是路边上恰好有个行人 他赶紧就拨打了119报警 119到现场之后 把火其实扑灭了 这还真是让人捏了把冷汗呢 您说一辆车 而且还是好几十万的高档车 它好好的停在路边 怎么突然就起火了呢 难道是车辆自燃 不 没那么简单 当时火苗刚一扑灭 消防员立刻就把警察给叫过来了 您猜他们看到什么呀 这辆白色轿车的这个驾驶员座位上赫然躺着几个塑料瓶 里边还装了一种黄色液体 竟然是汽油 不仅如此 在汽油瓶的旁边 警察还发现了一个电子装置 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了 但是警察还是很快就认出来了 我们怀疑是 可能是那种 就是隐燃的装置 就是遥控啊 或者就是定时 就是隐燃的装置 定时隐燃 警察这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我们就是 当时就怀疑肯定是人为纵貌 是不是有人刻意寻求的时候烧锁了车 或者是只是出于简单的仇复心理 对这个车辆进行焚毁 我们当时先 心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啊 路边停了那么多车 偏偏就是这辆车被人给烧了 嫌疑人纵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呀 他难道就不知道他这么一烧 很有可能会把整条街都变成一片火海呀 只能说 当时满心疑惑的这个警察还没意识到 这件事绝对不是纵火那么简单 更让他们费解的还在后头呢 怎么回事呢 在案发现场 警察发现 虽然车门紧锁 但是在车的后窗户上 却有一个洞 因为那个洞也比较小 它是不可能爬进去 可能就是将那个引燃的那个塑料瓶 还有那个引燃装置 就通过左后车窗 然后扔到那个 放到那个驾驶座里 嫌疑人曾经到过案发现场 这就好办了 要知道周围的监控探头可不是摆设 除非这家伙有隐身术 否则一定会被拍下来 果然 警察很快就在监控视频当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监控视频显示 这名戴着余副帽的男子早在凌晨4点钟左右 也就是案发之前一个小时 他就骑着一辆自行车 在附近转移了 而在他终于离开之后 没几分钟 车子就着火了 在此期间 根本就没有别人靠近案发现场 这么看来应该就是他了 既然如此 还不赶紧抓人家 实话告诉您吧 还真没那么简单 刚才您也看到了 这嫌疑人又是口罩又是帽子的 根本就看不清楚长什么模样 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如此 就调查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看他从哪来 要到哪去 这不一样可以找到人吗 其实当时警察就是这么多的 在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开外的一处建筑工地的附近 他们甚至已经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他就步行步行往施工工地那片方向走 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让警察有些意外了 然后我们就通过施工单位的监控 发现他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随后只见这辆面包车直接就上了高速 一溜烟的 这就离开了连云岗 嫌疑人这是要跑到哪去 说实话 越往下追 警察就越觉得这事奇怪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妙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嫌疑人长啥模样 但是他那车牌一目了然 您猜这车是哪来 根本就不是本地车 是个安徽的牌照 当时这辆车载着嫌疑人一刻不停地就直奔合肥而去了 江苏连云岗到安徽的合肥 这一来一去 一千多公里了 这么折腾就为了放火烧辆车 这嫌疑人跟车主得多得仇啊 都被人记恨成这种程度了 这被害人总得知道点什么吧 其实就在追踪嫌疑人的同时 警察也联系到了被害车主 她是一名女性 姓岩 那么岩女士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她本人表示并没有什么社会矛盾 也没有什么仇人 没有仇家 什么 没仇家 可是这就让人想不通了 既然岩女士根本就没跟别人结过仇 那嫌疑人到底为什么不惜千里条条的 都要跑过来烧他的车啊 而且您知道吗 监控记录显示 嫌疑人这可不是第一次来连云港 事实上早在案发之前 他就来过好几回了 实事放火的余夫帽 曾经几次来连云港踩脸 这显然是蓄谋已久啊 都这么处心极虑了 嫌疑人真的跟被害人无冤无仇 既然从被害人那儿得不到什么信息 警察认为破案的关键还是在嫌疑人这边 怎么才能找到他啊 不得不说 这监控探头的完善呢 真是大大提高了警方的破案效率 你猜怎么着 在高速公路上的一处收费站 嫌疑车辆的这个驾驶员呢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就是这一身头警察很快就查到了这名驾驶员的身份 他叫陈刚 生于1978年安徽省合肥市人 那么放火烧车的人就是这陈刚啊 很遗憾 事情还远远没完 当时警察立刻就把陈刚的那个体貌特征 跟现场作火的那鱼腹帽进行了比对 结果呢 嘿 根本就对不上 黄兔南他没有实施放火 不是他去了 那么其他的那个人的身份 你很难确定 好嘛 查了半天 竟然是团伙作哀 嫌疑人于肤帽的身份依然是个谜 眼看着监控视频 已经被警察翻来覆去看了个遍了 似乎也没其他线索 怎么办呢 警察认为 还是得努力一下 他们把陈刚和纵火的于肤帽的这个监控截图啊 拿给了这被害人夫妇 说你们好好想想 真的不觉得这俩人有点眼熟吗 怎么样 想起来了 别提了 面对警察 夫妇俩还是一脸茫然 他们表示 自个儿根本就不认识图片上这俩人 甚至陈刚这名字他们都没听说过 这还真就遇上怪事了 被害人夫妇也不像是在撒谎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 车主严女士说话了 她吞吞吐吐的表示 其实他们家还真有个情况 只不过之前一直没好意义的说 严女士讲啊 烧毁的这辆车虽然是她的 但平时都是她丈夫往海再开 而就在案发前后 她丈夫啊 其实一直在被人恐吓威胁 下次就把你烧死在车里不来的话 你说什么 把我烧死在哪里啊 车里 什么 案发之后 被害人的丈夫王海竟然收到过嫌疑人的电话 您说这么大的事 他怎么从来都没跟警察提过 再仔细一问 警察简直是大惊失色 你以为烧车就够恶劣了 接下来还有更可怕的呢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对方的威胁都到了祸及家人的地步了 换作其他人 估计早就跑去报警了 可王海呢 面对恐吓 他虽然连声认怂 但竟然一直都没有选择报警 甚至连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 都还坚默不言 要不是妻子严女士主动提及 估计这事警察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那王海为什么要这么忍气吞声 他到底在被谁恐吓呢 警察觉得这事绝不简单 抓捕嫌疑人迫在眉睫 就是我们一定要抢债 他们继续实施对我们受害人的侵害之前 我们想办法把这帮人抓住 怎么抓呀 根据夫妻两个提供的信息 给王海打恐吓电话的人嘛 倒是有名有姓 他叫李明 江苏省长属市人 据说呢 跟王海有点经济上的纠纷 难道说 正是因为所谓的经济纠纷 李明就放过烧了王海平时开的车 甚至还想报复他的家人 警方一调查 别说还真有这可能 他们发现 这个李明跟前面说过的 那个嫌疑车辆驾驶员陈刚 虽然一个在安徽合肥 一个在江苏长属 但是案发前后 那联系是相当密切 更可疑的是 陈刚跟李明联系的时候 还频繁的变换了好几部手机 如果没有毛衣干嘛这么折腾 所以说后来我们是 3D一起 那个封了机组 同死是亡 这手机号码多少 138 这个呢 找我本都忘了 老弟多少 尾号多少 忘了 你打一下 还有手机呢 可能跟我讲大概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你心里有数 找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呢 老弟好配合我啊 我行警队员 好配合我 好吧 上面那段视频呢 就是警察在安徽抓捕 嫌疑车辆驾驶员陈刚的这个情景 很快 长叔那边的李明也到案了 这个案子呢 从案发到抓捕 历经了两个月 人都抓住了 总算 到了这个揭开谜底的时刻了吧 不 说出来您可能有点惊讶 这事儿依然没那么简单 经过询问 虽然被害人的车被烧 确实跟李明有关 但注意哈 之前的那个监控士兵当中 实施纵火的余富帽 还真不是李明本人 那什么 竟然还不是 那李明又是个什么角色 这个神秘的余富帽到底是谁 说出来恐怕您都不敢相信 感情这起案子的嫌疑人 竟然还是有组织架构的 分了上中下三级 李明呢 就是所谓的上级 当初他想报复连云港的王海 就找到了业务上的一个朋友 也就是陈刚 出了整整30万 当然了 这种事情不是闹着玩的 陈刚可不想自个儿动手 但是他又舍不得 这个唾手可得的钱 怎么办呢 于是呢 他就去找了个人 替他去实施作案 也就是案发时 被监控探头拍下来的 那个余富帽 这人叫郑斌 也是安徽合肥人 可探这个郑斌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真正的雇主是谁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报复王海 只明白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这个余富帽和光头男 两个人之间 也是担心联系 三个人之间 是以光头男 作为丞相启下的一个关键点 而雇主和真正实施放火行为的 余富帽两个人之间 没有任何交集 您瞧瞧 这保密工作 不知道人还以为 这仨人拍什么谍人片子 不过说到这 事情还是没完 当时听到嫌疑人的这个供述 警察的是相当震惊 你以为李明只是想把王海的车子一烧了事 告诉你吧 根本就没那么简单 刚才那电话录音 想必你也听到了 李明可是口口声声说要烧死王海 甚至还报复他全家 你以为这是虚张声势 不 据另外两个嫌疑人供述 李明竟然是认真的 如果说可以的话 就要对这个人身进行伤害 为了谋财去害命 这事谁敢做 可不做吧 看着李明开出的三十万块钱 陈刚和郑斌还真有点舍不得 于是俩人一合计 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去破坏王海的车 点完火之后 我还拿了一个手机 拍了一段视频 因为是陈刚说 他要跟上家去交代 所以就拍了这段视频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陈刚把这段视频 发给雇主李明的时候 他竟然极为不满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打视频电话 告诉我这个车完好无损 说我找到这个人不行 不仅如此 李明再次提出 一定要对王海造成人身伤害 他甚至还向陈刚表示 钱根本不是问题 他可以继续的加码 对就交个继续 对啊 我没同意 竟然还想加钱继续报复 您可能会觉得 李明这人是疯了吧 案发当天 如果不是有人 及时拨打了119 控制住了火势 这把火真是要烧起来 可能会出大事 他难道就从来没想过 他这么不顾一切 花重金雇人报复王海 竟然是为了啥呢 还有这个王海也是 车子被人烧了 家人也被威胁了 事情都恶化到这个地步了 他竟然还一直没报警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俩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纠葛 只能说今天这事确实离奇 您可能能开得住开头 但未必能开得住结尾 欢迎您回到传经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将写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 李明雇人放火的动机 让人十分费解 他跟北海人王海 一个在长鼠 一个在连云港 中间隔着几百公里 怎么就产生了这么深的丑恨 以至于李明不惜花重金 故人也要疯狂报复王海 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 事实上李明和王海 原本就根本不认识 他们之所以会产生交集 都是因为一个人 那就是李明的小姨子 他就是一直是住在我们家 就跟我们家里的 家里的一员一模一样 他在我们家有自己的 自己的租房 自己独立的租房 就完全是我们家的人 据李明说呢 小姨子很小 就跟他们两口子一块生活 可以说是李明夫妻俩 一手把他抚养成人的 可王海呢 却伤害了他 原来李明带着他的小姨子 在长鼠当地呢 开了一家私人培训机构 刚好呢 就跟这王海是同行 在一次全国机构培训当中 王海就认识了李明的小姨子 后来呢 就发生了一些关系 发生了一些情感关系 总法说 十四姓野 如果是两个单身人士 擦出点感情的火花 这也不算什么 甚至还有几分美好 可这事坏就坏在这呢 王海毕竟他是有家庭的 跟李明小姨子 这段不光彩的恋情 注定就长久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某主动想把这个关系 给结束掉 然而郑左卫一朝不慎 满盘结束 王海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 就在俩人交往的同时 李明的小姨子 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俩人甚至都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现在这么一闹 您觉得会发生什么 小姨子的男朋友 知道他 知道这个 这个女的和王某之间的关系了 主动要求分手 因为一段不该产生的感情 好好的一桩婚事 就这么告吹了 或许在外人看来 这事根本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当事人都需要好好的反省 可是有句话说的好 人在面对亲近之人的时候 认识往往是盲目的 当李明的小姨子 最终把这件事告诉 这些姐姐姐夫的时候 这夫妻俩简直是怒果万丈 非但不觉得自个妹妹有问题 反而大张旗鼓的找王 还讨说法去了 王某为此事给了十几万的分手费 除了经济上的补偿之外 王海还特意从连云港跑到长熟 当面向李明一家赔罪 甚至还把自个儿的手戳了一下 以示歉意 在王海看来 自个儿都坐到这地步了 够有诚意了吧 这事应该也差不多该翻篇了吧 很遗憾 有些错误一旦犯下 想要摆脱可没那么容易 王海说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才赔礼道歉没几天 李明又开始给他打电话了 你敲仗了我十五万 你要钱我给钱 你 你 你 我不要钱 你 你 不要钱 不要钱 那对方想要什么呀 当时对方的要求 简直让王海都怀疑 自个儿是不是听错了 他们要求王某多一只手赔罪 自个儿都已经受过一回皮肉之虎了 李明竟然还不满意 还要来个更狠的 王海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害怕了 报警吧 那自个儿这段丑闻 岂不就路人皆知了 可就这么忍气吞声的话 万一下回李明真报复到自个儿亲人身上 怎么办呢 滋来想去 王海觉得 对 惹不起我 还躲不起吗 王某后来把他们的这些电话 微信全部都拉黑了 然而王海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李明这种极为偏执的人 沉默未必就能稀释名人 反而可能进一步的激怒对方 这个姐夫换了电话 换了其他的号码 还在继续骚扰王某 竟然偏执到这个地步 这李明是疯了吧 这个时候如果王海能够果断报警 可能就不会有后边的事了 但是遗憾的是 王海也许是被恐吓惯了 也许是实在心虚 总之吧 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而李明一看王海打定决心 不再理他了 更是恼羞成怒 为了替小姨子出口恶气 更为了发现心中的怒火 他甚至都想到了买胸伤人 他找到了有业务往来的一个朋友 也就是陈刚 陈刚又找了郑斌 随后一起放火案 就这么发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李明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但是陈刚和郑斌呢 他们其实很清楚 自个的所作所为 意味着什么 他们也犹豫过 然而遗憾的是 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最终他们还是踏出了 违法犯罪的一步 落网之后 对于这把有惊无险的火 他们其实也是无比的后怕 还好没有伤计不顾 没有引发更大的一个什么什么 就是公众事件 我觉得这个这个没有人员上网 我觉得这是万幸能的万幸 直到这一刻 这俩人才意识到 为了金钱而触犯法律 是一件多么得不偿失的事情 这个交警还不够深刻吗 我被千里之外抓来阻牢 现在是法治社会 只要你去做坏事情 你肯定逃脱不了我们的资产 我们肯定能抓住 案发三个月之后 三名嫌疑人 李明 陈刚 郑斌 被检查机关 以放火罪提起了公诉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等待他们的将是应有的制裁 那放火罪是一种比较重罪了 法律基本上规了两个类型 一种实实在在造成损害的 那叫出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无机徒刑 那最严重的甚至有可能有死刑 那么没有造成外后果 但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一种 非常实在的具体的危险 就这种危险性很高 像本案这样 就它很可能就经验判断 就是可能会危及到公众的安全 那么有这种具体的危险 那法律规定 要可以也是构成放火罪的 可以出五年以上到十年的有机徒刑 回头再看今天这件事 每个人其实都在不同程度的营火烧身 王海明明有家事 却不检点自身的行为 李明不去化解矛盾 反而是非不分咄咄逼人 陈刚和郑斌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竟然敢铤而走险 当街纵火这些人的荒唐行为 最终带来的不光是一辆被焚毁的车 更是几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所以说有些底线注定是不能够愉悦的 为了一己之私 肆意妄为 到头来只能印了那句老话 玩火必自分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这样一台客户端 好各位观众 再见 下载手机